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一起绝尘冲上热搜 王一博红毯三组造型惊到众人 粉丝 我太忙了 王一博的粉丝们知道自己会在八月很忙碌 但一定不会想象到自己会有那么繁忙 当冰玉火第七集播出 这就是街舞的一起火锅吧 社交平台的电影之夜全部撞上时 你会选择哪个观看 因为是直播 不少粉丝都是先行选择了电影之夜 观看最新鲜 最实实的王一博 很明显 这一次的王一博赢麻了 内于一众男星女星惊艳出场 王一博的装造也绝地是在其中一起绝尘的存在 恰好 王一博的战戒一起绝尘也凭借着出途王一博帅 照上了热搜 让人感慨 不仅王一博火 王一博的战戒也一样能因为粉丝们的转评赞而上个热搜 总共三套走红毯的造型 一套BRIONA套装搭配领结 身穿佩戴香奈儿珍品珠宝 LUNE DRNELLA胸针亮相 这件胸针也是来历满满 王一博成为第一个佩戴1932系列珍品珠宝的艺人 乃全球首带 第二套则是CHNELL2022秋冬高级成衣系列亮片刺绣鞋纹软泥外套 最为经典的香奈儿纹路搭配 在王一博的塑造之下 即使是女装 他也依然能够把女装穿成独具个人魅力的小王子 第三套黑色西装则是来自DRIESMAN NOTAN2022秋季男装 衣服上三朵黑茶花真的衬得王一博格外金贵 帅气满满 可以说 电影之夜上 王一博真的是杀疯了 因为是直播有延迟 在粉丝们还在等待着王一博出场时 王一博的战姐们就已经先一波放出来了自己在现场拍摄的图片 第一场上的1932系列还没收集计 香奈儿经典款王一博又出现了 粉丝们还没反应过来 黑茶花那套又全网推了 最后的最后 粉丝们还没从王一博的美貌中出来 他着急下班的路透图又出现了 只能说 王一博这一次的红毯之行 真的是内宇粉丝的福音啊 不仅贡献了各种神级帅照 还跟着剧组们一起接受了荣誉 曾经的王一博在2018年的电影导演协会上 说主角根本没我的份 如今的王一博在电影之夜上 被大鹏导演亲口承认是先有了王一博 才有了热烈 更是表示 下一次电影题材想要挑战滑板 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曾经的王一博为前辈们颁奖 现在轮到王一博自己接受荣誉了 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极致 而如今的舞台证明王一博做到了 努力不会辜负有心人 更不会辜负王一博 花开无名落成男 中国青年谱新片《长空之王难而至》 热烈舞者最少年是主持人 对王一博作品的总结 无名我和我的青春长空之王热烈皆在其中 王一博的作品已然被所有人期待 电影之夜 王一博三套西装走红毯 频频登上领奖台 真的是把他忙坏了 但比王一博更忙的一定是王一博的粉丝 毕竟他们不但要追完全程 费心安利 活动结束之后还有冰浴火和一起火锅吧 有的忙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